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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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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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品演员句号 这次是以崔石班长的身份 来到延级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 从未当过崔石班长的句号 这回将会奉献什么品味的节目盛宴呢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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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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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号就找不到方向了 李宗盛 图中拍摄的 当地的时差与内地有三个小时 沈阳军区前进购物团副团长 小品演员黄小娟和设置组一道去慰问那里的官兵 这样我们经营大拜年 这样我们经营大拜年的服务宗旨啊就是一个卫兵服务 所以我这次来呢也不能白来 大家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这样我带我跟着华老师さん 这样我先 我先我先 这样我老师 你先跟我们演个小品吧 对对 华老师还给我们唱到《二人传》吧 先来个儿人转再来个儿人转多好 我还没听懂你说的啥 先来个儿人转再来个小屏多好 先来个儿人转再来个小屏多好 二厉老人辛苦半位 为了儿女受尽苦累 儿女安排今日相会 祝愿二老成双 这俩在念啥呢 太对 我提到 哎呀 谢谢黄老师 谢谢黄老师 慢慢别烫着 你看 现在我们的摄像机正对着你们呢 你们 此时此刻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黄老师 每当在家过年 做年饭都是我妈妈给我抱着 今天 今天是您给我抱着 只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叫你是妈妈可以吗 可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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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朱博边房 最东方 最东端的小诺 十几年前的沈阳军区歌舞团 创作了歌颂东方第一少少所官兵的歌曲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就是这首歌 在全国传唱 让许多人知道了东方第一少的官兵 是他们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涛 青春佳节 我带您走进部队 走进一支非常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这是我的老部队 22年前 我就在这当兵 一晃22年过去了 非常高兴的是呢 军营大半年导演组安排我 能够有机会 回到我的老部队 回到我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 我特别的高兴 大家看到了 咱们这回来不是来演节目了 咱们这回是重操就业 22年前 咱们就在这当吹着班长 22年后 咱们仍然要当吹着班长 虽然没有声 但是 重在行动 给战士们做一次年夜饭 让他们看看 孙班长的手艺 那领导能力 水平 看看我手底的兵 同志们准备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 瞧瞧我这兵素质多高 集合 同志们好 小学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何年处 吹着班长 素质就是不一样 伙食好 比技术啊 同志们 我是谁啊 孙班长老师 我讲 老师 老师 同志们 同志们 我都给你们当班长 我也很骄傲啊 那解什么呀 解 洋葱啊 洋葱 外旁都知道 内旁都知道 这个洋葱最难切 洋葱本身不难切 但是你切完以后 有点累 特别傻眼 对吧 对 没有眼镜啊 没有 我说 也没有 那怎么切 有这个 把这有五大 对 打击 这不行 来 咱们 是老班长 就是老班长 咱们切洋葱 什么都不带 照样不流眼泪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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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胆子 一分没二 孙涛说二十年前 当崔氏班长时 自己的刀工 是全班一流的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受领的任务 是纸切洋葱 他自己明知道 战士们在给他出难题 但也要摆摆 崔氏班长的架子 同志们 老班长这个流泪啊 不是因为切洋葱切的 知道吧 老班长主要是因为 跟你们在一起过年 看到你们 我高兴 我激动 我流下了 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明白了吧 出去以后 不许败坏我的名声 听见没有 听见 人家问你们说 孙班长切洋葱流泪没有 你们怎么说呀 不流泪 孙班长一个人 切了多少洋葱啊 一筐 对 一筐不行 两筐 好 这功诺别多 掐了 太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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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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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政歌舞团演员蔡国庆这次受领的任务 是来到一处特殊的军营 面对着的也是特殊的战友 这是我们军权队了 夏老师我来吧 我来我来我来 夏老师 夏老师都习惯自己来 这雪景真棒 对我前两天下的雪特别大 点击前的观众朋友 前军的战友们大家好 我是蔡国庆 在这新春佳节的最美好的季节 我来到了这个空军丹东的军权训练基地 这可是我第一次来 你们也没机会来吧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高兴来到这军权训练基地 干什么来呢 是参加咱们这个军营大拜年卫兵服务 但我来到这个军权训练基地 让我给战友们拜年 说还要给狗姑们拜年呢 还太逗了 更重要的是 他满足了我个心愿 让我第一次要当个训犬员 哎呦太棒了 当个训犬员 以后看你们谁敢欺负我 我就会说 上 这个上 太棒了 走吧 跟我一起到军权基地看一看 谢谢战友 哎呦 这是什么一姿势啊 这是 很难敬礼 哦是吗 远都在跟你听了 谢谢啊 谢谢啊 我能握手吗 能 他不会咬我吧 不要 来来来 握手 新年好 给你拜年了 亲爱的战友 拜年了 哦 来来来 新年好 哎呦 哎呦 啊 真棒 新年好 真的 怎么办呢 我吹了黑哨了 是不是要罚我吗 是不是啊 你跟他玩一次核吧 要不 你跟他试试 谁说的 我跟朗宝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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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不行 哎呦 你们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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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丢人了 真是 哎呦 哎呦 我想帮你一把 哎呦 谁太动了 哎呦 我真没想到 他们劲儿这么大呀 太大了 这劲儿挺大的 哎呦 我跟你 我可爱的 我跟你商量商量 这镜头最好别播出去了吧 啊 这个 到时候传出去说蔡国庆跟狼狗拔河 没狼狼狗 是啊 不服气 与军犬拔河的失败 并没有让蔡国庆认输 然而 在后来的比拼中 他同样没有占到上风 但这些无言的战友 优秀的士兵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呢是个特殊的日子 相信电视机前的你已经看到我了 那我今天呢可以说是全副武装负重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跟济南军区某部通信总战呢 进行一次野营拉链 在这次拉链队伍中呢 有一名特殊的战士 他是谁呢 有请我今著名歌唱家 孟哥老师来参加我们的野营拉链 呃 孟哥老师您好 老师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次拉链活动呢 嗯 首先 我觉得我作为一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呃 应该说是需要这样一段经历 尤其在这样一个学期当中 呃 我希望 我能把我的哥生 能够 站在他们面前 带给他们 呃 我也希望在我今后的 这个军事生活当中 这一天 将成为我一生当中永久的一份纪念 你二三四 你二三四 小首歌 一首吉隆 一首吉隆 小魏洛 唱歌单调 一夜主 唱歌浪财 是韩哥 咱们军中的歌唱家 他的歌声人人话 他的名字叫孟哥 请他为大家献首歌 好不好 好 好 请 今天呢 军阴大拜年的这个活动组指示 我要参加一个特殊的班务会 我想也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战友们 一同跟我进入到班务会当中 走吧 战友们 报告班长 我是谭金 战友们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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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欢迎的仪式 是我真的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班长 这个班务会就这么开始了 全部都不说话的 都是用乐器来回答我 这很特别呀 那咱们今天班务会的主题是什么呢 好像没太听懂 好像没太听懂 是什么 夸家乡 是这意思吗 好 这就是太美了 好 这听起来的 真是太美了 是一场有幻灌荡 那边是一场有幻灌 那边是一场有幻灌 其实太美了 听不出来 听不出来 还是东北的 参加这样的帮务会 对于谭经是第一次 好在他对于音符的理解能力强 与不同的乐器对话 并不是什么难事 其实对于谭经来说 来到军营 就想为官兵唱几首歌 而这次应官兵们的邀请 缓串京剧沙家帮的阿沁嫂 更别有一番韵味 来西西西西西沙 好痛哭住他家 白菜发心说 他乃书的话 来你都许可 全民最一章 像风开头笑 我好无日亮 是否好无日亮 黑菜发心说 有什么照相 不照相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中山群岛的中家街码头 我身后的这个交通艇就是中山警备区的交通艇 以后我们将成艇前往我们的庙子湖岛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 祝平南高音队长家李双边老师和我们一起上岛 去备备官兵们 双边老师您好 老师您好 真好啊 这回是三十多年再返这个小岛 您一定感慨良多吧 亲爱的电视观众 还有我们的战友们 今天我们随中山电视台 军营大白权剧组 到东海滴上去看望战友 去慰慰他们 真是太高兴了 几十年前庙子湖岛还是座荒岛 首岛官兵的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 官兵除了完成好戍边守国的任务外 还努力改变岛上的生活环境 他们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经过了几十年的建设 今天的岛上生活再也不能与往昔同日而语了 几十年前一名首岛老兵 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下了战士第二故乡的诗歌 并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 后来被作曲家补了曲 经过歌唱家李双江的传唱 这首歌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唱了这么多年 李双江第一次登上庙子湖岛 他今天上半年来过来 记得幸运 你出老头了 对 七十岁 七十 七十 对 上半年来过来 他复原的时候是二十二十三岁 对 他上到英文街道 上半年来过去 会李双江他是一二十二十 之后 有四十一乎 我們就把你愛欣賞 風翹的旋涯 汹湧的海浪 遭遭的山峰 環境的海洋 看著我 一個人不如我 一個人知道 暫時的夕陽 我們就把你愛欣賞 我們就把你愛欣賞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現在正在清淡線上海拔最高的 唐谷拉山冰站的路上 那現在已經到了過年了 這次軍大拜年委託我 帶領我們所有的戰友 你們是來的哪裡 他告訴戰友們 朋友們 清淡兵戴墓 戰士業業隊 對 他們跟我一起 奔往海拔最高的五千多米 去歸門我們的戰友們 雖然我們現在腦子很懵 我也頭很痛 但是我相信 所有戰友會帶去力量 我也相信我們的人 會把我們最美的歌聲 累穿那些最最可愛的戰友 也希望我們的歌聲 能給他們的節日 帶去喜興 帶去快樂和幸福 有信心嗎 有 行使一天 從早上八點鐘到現在 下午五點鐘 終於到達了唐谷拉山的冰站 這些戰友真的了不起 一路上真的非常缺點 頭很痛 我已經哭了一路了 頭就像生悟空的金木棒 非常痛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克服這樣的困難 沒有不行我想哭了 每個人一起 這是我高級的眼淚 是我崇敬的眼淚 我想這日來唐谷拉 是我洗下虛擬的幾個小時 雖然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但是我會帶著這種情感 回到本心 我也相信這次的經歷 會讓我更加熱愛 和律軍裝 上線的時候 終於就給我介紹 由於這邊交通比較 蘇巴達一路 我們來也是坐了 將近四個小時過來的 其實很多戰友可能都不能 每年回家去 探望家裡的父母 也應該是離家很久了 所以我想唱一首 思江的歌 應該是我的保證節目吧 先好聽這歌給送給你們 久沒的人送給你們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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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记得当人说 你可记得当人不愿意说 情侣走进天涯 你可记得当人不愿意说 好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就是在全国唯一的 由我们军队自己管理 自己运营 自己维护的军用专线列车上 大家看火车司机就是我们的战友 你好 那么这条铁路专用线可是不一般 令咱们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绝大多数卫星 以及运载卫星和飞船的那些火箭 都是通过这条铁路专用线 运往发射场在那里发射 飞向蓝天的 是的 那么负责维护这条铁路线的官兵 都是分散在30多个点号的战友们 是啊 这30多个点号分布在27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上 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常年见不到人烟 而且就身处大漠戈壁的身处 那么今天我们军云大拜年的慰问小分队呢 就来慰问这些点号的战友们 这是我们设置组跟随著名演员最多的一次行动 有余文华 李辉 卓琳 阿鲁阿卓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要慰问的这条专用线的点号有30几个 由于火车的停靠站时间有限 演员表演节目的时间只有一分钟 小妹妹我坐船头 哥哥你在岸上走 我两天我两天在这身上当游游 当游游 你一护一回首 黑人的我心里一跳 只盼了日空落西山沟 这条专用线的维护就是常年行走在茫茫沙漠里的战士们 他们每天最少要行走40公里 为了能让他们看上我们的演出 只要我们见到这些战士都要停下来 满足他们的要求 爸爸妈妈你们好 来信一直埋怨我没有回家陪你们过年 但我儿子在这给你们道个歉 向你们说上对不起 其实我也很想念你们 妈妈埋怨我不回家 其实我是一名军人嘛 我也有自己的指导 有时间了我一定回家陪你们过年 在这春天即将来临之际吧 我在这住二老身体健康 吃吃吃睡惊 儿子给你们敬礼了 我们来当兵 五湖四海爱到一起 咱们都是亲弟兄 心天的心啊 清暖的情啊 天 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 每个点号都要去 但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只有半天 不可能满足每个点号战士的愿望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遗憾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遗憾 抬头望月亮 想起了我的家乡 家乡的老屋里住着我的亲娘 她一生为了我收尽风霜 亲娘 亲娘爱自豪比那水流长 当月亮 当月亮爬上山岗 挂在脸床 亲娘爱自豪比那水流长 我们全都找了三天 今天也就是二十六号的十二点钟 学生机终于降落在了阿拉太机场 终于到了快说两句 因为二十一年前我去的时候 边房的条件还不是很好 那么当时应该做一下最难忘的 就是当时我是八月份上山 八月份上山的时候呢 山上没有一颗蔬菜 当时我吃的一顿晚餐 是一锅面条和一锅肉 这个一锅面条里头 只有几颗山上采下来的野生 所以时隔二十一年以后 我在上山 我相信那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也会去战士带去很多的惊喜 对 他也将把自己的愿望 把自己的心意 带给红山嘴边方连的战友们 好 祝我们顺利成功 地处祖国西部的红山嘴哨所 被称为雪山孤岛 每年有八个月大雪封山 道路中断 这次总政歌舞团演员王洪伟 将随我们共同搭乘运输物资的直升机 去完成他的心愿 同时我们也秘密带上了两名哨所军人的未婚妻 共同前往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给那里的官兵一个惊喜 已经看到了这个标志性的我们的这些 哨所 哨楼 哎呀 这个条件最好 你看现在 你看 这个太阳能的这个 发电的都有了 哎呦 太漂亮了 从这 对啊 飞 飞飞飞飞飞 最后终于到了红山嘴 哎呦 其实我知道 前两天我们跟他们联系的时候 一说他们干嘛呢 我们在做冰雕嘛 嗯 谢谢他 叫狐狸的人吗 哎 自招吧 谁的外号叫小狐狸 自己招 自招 自己招 哇 哈哈哈 站起来 站起来 你叫小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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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是 这个虚恶也埋下 人家本来是逆称 人家人家亲爱的人才叫他小狐狸 是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专门找到他 他说让我们把这礼物交给你 为了给你带上的一部席 为了给两位官兵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们特意让他们给近在咫尺的未婚妻 打了一个远程电话 第一次打个电话 你这样 哎呦 打吧 打吧 你也打 当上呢 当上呢 当上打吧 你也打 然后冲着这说 我们也拍着 打不当上哪 接到号码呢 说啥 我哪接 你女朋友也不是我女朋友 打吧 好吗 好了 你在这说想不想他 说一句好听的 大声说 显得镜头对了我了 对了 说一声说一声我爱你 快点 表白一下表白一下 表白表白 快表白 快表白快一点 咱们给大家影响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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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有赛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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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赛准话 不是赛准话 谁来问没结果 我得这样一口 我跟你 哈 哈 回头 回头 展开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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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红山嘴的官兵们来说 这是军营大败年剧组 带给他们的最好礼物 他难以相信 歸大败年剧组 从王宏伟的歌声中可以看出 他已经了结了深藏已久的心愿 这条神秘的面纱 我们将在春节大代年节目中揭开 而且还有很多红山嘴哨所感人的故事 为了把2010年军营大代年的节目创作好 剧组的全体人员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 共选择了三十多个拍摄点 设置了四十多个拍摄唱歌 行程近十万公里 希望我们的努力在新春佳节之际 能够成为全军官兵 全国观众一份兵味 免味十足的文化大餐 2011建国村军营大外景 从冰水到东西 从高原到台北 送去新春祝福 带回问候笑脸 展示民族风情 分享温馨感动 大年三十二到四六 每天下午四点半 天天陪您 过大年 igkeit 谢谢大家